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收看由Winomotion Games Company的孫子鋒所實做的影片 今天不是有Let's Play,今天沒有MAS EFFECT,也沒有Minecraft 今天是做一個軟件的介紹 今天要介紹的軟件就是Grid Radio 我是動不了東西的,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是一個免費網上電台的軟件 我們把軟件的軟件放進去,我希望它在哪裏 首先,看看會看到什麼 很慢的 這就是Grid Radio的軟件 首先來到這裡,會看到一個播放的清單 裡面有很多歌曲,這裡有四個歌曲 但如果想放一些歌曲,就先放在右邊 我們可以放一些,例如說,我喜歡聽Queen的 我喜歡聽Queen的 我喜歡聽Queen的 我喜歡聽Queen的,就把軟件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聽到,可以放進去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想做一個新專輯 或者把你所有的歌曲 在右邊的,所有的歌曲 我選擇了一個玩家 可以選擇一個玩家 可以選擇一個玩家 可以選擇一個新專輯的按鈕 選擇一個名字,按OK 然後就在左邊出來了 這個時候,按一下它 你會看到,在這裡 你想聽的話,你又可以拉過去 因為它自己播放 好,我們先停下來 你看到就在這裡 我們先刪除這個 然後呢 這些都是其他 開電台時的功能 這兩個我不太熟悉 我要慢慢摸一下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算了 但是呢 開電台最重要就是這兩個 我可以在一會兒再講一講 首先呢 讓我再開電台模式 DJ模式 播放清單路會有任何曲目 這樣就玩自己了 那我按 Lawm 好 對了 可以停下去 冷靜一點 對了 那 那 等我 Log in到 伺服器 我們再繼續說 對了 好了 那我們就來到這個電台模式 DJ模式 第一樣會發現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這東西是轉了的 又闊了 又多個G咪 還有多個聲音輸入 當然是一個DJ模式 獨有的一個版面 對不對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版面 我們先不要看旁邊 這裡呢 就會見到我們電台網址 即是你開電台網址 它會跟你的申請賬號 Gridio的賬號 會 會跟你的Gridio申請賬號 會是一樣的 我們之後會再探討一下 你看到 又會有這個版面 那我們繼續看 咪就是顯示你是不是在說話 當你按了聲音輸入的時候 你會聽到這裡就會沒有聲音 然後這裡的咪會打斜了 你可以教你自己聽不聽到 但不會影響到你的聲音輸出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究竟會有幾個延避呢 你在這個Gridio裡說話 之後你會等多久 才會在你的電台上聽到 才會在你的電台上聽到 那我在這裡說些話 一二三四五六 是的 我們自己聽不聽到 但不會影響到你的聲音輸出 這樣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究竟會有幾個延避呢 你在這個Gridio裡說話 之後你會等多久 才會在你的電台上聽到 那我在這裡說些話 一二三四五六 其實你會發覺到 都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是因為他要經過外國的伺服器 再回來 尤其我現在在香港 他要經過一個台灣的伺服器 再去外國的伺服器 如果我沒有錯的話 然後再回到香港的客戶端 其實都要花多久的時間 但他剛剛聽到可能是三十秒 但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 因為人家不會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延遲三十秒 人家只會在回應的時候 就這樣說 但這件事 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還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單曲循環 在現時為止 還不是很成功 有播放音效 你可以按一下音效 你可以按一下音效 你想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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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按一下音效 有一個播放清單 按下去就會出現這個視窗 你想停下來就可以按正常模式 這樣就會推出DJ模式 我們可以按這個設定 就是設定你的電腦什麼名字 我們一會兒再講一講 這裏可以調成Coin 如果你開啟了Coin 即是你開啟了Coin 進入Skype的帳號 就可以開啟了Coin 卡拉OK模式 開啟後就會在一隻耳朵裡出聲 你就可以 仍然聽到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去唱歌 就是這樣唱歌 然後我們還有Reverb 聽到沒有分別 因為聲音比較小 Reverb是一個比較快的回音 去除人聲 去除人聲當然是去除人聲 然後我們還有Equalizer Equalizer就是低音、重音、高音、高音、較大小的聲音 現在我們有 我們可以升回Key 或者可以降回Key 或者可以降回Key 其實這個版面也不錯 有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不需要有很多知識 才會用這個軟件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錯 你會發現有一個錄音 電台錄音 幫你自己開電台時的錄音 可以看一下旁邊這個 這個就是連線清單 就可以看一下 究竟有什麼人在聽你的電台 例如這個GAS GAS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都開了這個版面 可以看到IP 可以看到IP 不太喜歡 我們可以看到連線時間 我們還可以 我們可以在這裡 按Facebook粉絲發送DG上線訊息 然後有一個訊息已經發布了 這樣會發送到什麼人呢 如果有人按了這個 Recommended Station 就可以接收到這個訊息 如果他們有開Facebook的話 我們可以聽到點歌版 我們有一個點歌的版面 和一個checkbox的版面 可以按這個 Test Swag 可以看到有東西出 然後在主要版面也會出 我們還可以在這裡打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打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打 隨便選的 隨便選的 可以在這裡打 Swag 不是這個 Swag 你會看到他們已經出了 然後 這個就是checkbox 然後我們可以按Play Request Play Request 有三個欄 Name就是點唱者的名 Song就是首歌的名字 和誰唱 Memo就是想給什麼人聽 什麼訊息 我可以說 我叫孫子豐 我想聽羅文的 我想聽羅文的獅子山下 然後呢 Memo就是 要Swag 要Swag 我們按Stand 然後我們會聽到一個訊息 還有 在客戶端 在Demo那裡 會有Play Request 然後 在我們的軟件裡 會有一個音效通知 和訊息通知 訊息通知 就是這個 我可以散開 然後 那裡 就是通知我們 有人點歌 這裡就會全部出來了 對 或者可以像我 我這樣 我呢 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 可以令人 可以讓人 利用這個點歌的功能 讓他們 可能留下訊息 或者告訴別人 不用經過Facebook 或者其他軟件 或者其他網站 傳送訊息 例如我想說 我的功能叫全聲機 英文來的 叫全聲機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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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 打個訊息 啊 例如 這些 那 然後呢 然後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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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聽眾說回 孫子豐呢 想 跟大家說個訊息 就是他覺得自己 真的非常先才 對 那就是可以這樣做 那你按 當然按清除 你可以清除所有的點曲 按按清除 就有 清除就有 那裡面所有的點 那我們 按到這裡 對了 我們按一按 有時候按一按 設定 我們先看看 網絡設定 一些其他設定 那 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本的IP 外面的IP 然後你會看到 你的Gradio ID 還有你的密碼 那Gradio ID 除了 你登入的ID 也是你網站上 你會看到ID 這樣 按錯了 然後 密碼 就是這個密碼 你會看到 我把他掩蓋了 你會看不到 對了 那申請Gradio ID 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這裡不再詳細 這樣說一說 這樣 廣播品質方面 最低可以是32K 最高可以是128K 那32K就真的很低 很低的一個品質 128K當然是一個很高的品質 但是個人認為 就不需要很高 大約96K已經會 已經會 音聲的質素 已經會比較好 這樣 我們會看到 每次最多的音 你按下去 它就會自動 你開台的時候 會自動錄音 錄下你究竟說什麼 關於Coin的方面 你進入了Skype Skype的名字 我們再開台 Skype 只要你開台 Skype 以及你輸入的ID 一樣 就會成功連接到 當然你打人家 在Coin的時候 然後連接別人的 就 玩人 可以很成功 是不是 很成功的玩到人 這樣 我們 如果你想Coin的話 即是你可以進入了之後 有一類的說 哎呀我不想Coin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關掉它 關掉它 人家就Coin不到了 我們可以按開它 另外呢 你們也會看到 有這個按鈕 也是另一個 開啟Coin的 開啟Coin按鈕的選項 即是說 如果你想Coin的話 你就要在這裡按了之後 開啟了這個 開啟Coin按鈕 然後你要在DJ模式的時候 再按多次 Coin 這樣就可以 很成功的開啟Coin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Skype 就會看到在這裡 這個Skype 就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手錄羅網編輯 手錄羅網編輯 就是關於這個 這裡的版面 你會看到 在這裡 你會看到 可以看到手錄圖片 我上傳了這個 我想上傳 我想上傳 另一張照片 我想上傳另一張照片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我想上傳另一張照片 我可以在這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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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我想選擇這張圖 我按開啟Coin 然後上傳 那就可以了 或者你想懶點的話 想拿一個Webcam拍自己也可以 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在這個頁面 看到這個版面 或者我們可以在 Gridio的 Gridio Online Station 的頁面 看 看到這裡有整個列列 你會看到我這個頻道 可以看到所有資料 以及這個圖片 我們按到這裡 電台名稱 就會顯示在 Online Station 那個列表 就會在這裡出現 跟DJ名稱一樣 以及國家 以及音樂類型 就是這四個選擇 這樣 DJ名稱 也會在這裡出現 但是 國家方面 現在只要是台灣 你選擇台灣 才會出正體中文字 要不然 就算你選擇了香港 也會出這些 Chat Room Play Request 以及這個 等等 推薦 等等 都會是英文 我希望這一點 就希望作者可以 改一改 令到我們香港 都是使用正體中文 因為我們大部分 都是使用正體中文字的人 雖然 或者可以讓其他人 真的自己選擇 究竟想用什麼語言 去 在電台的頁面出現 音樂類型 我選了談話頻道 很明顯聽到我在說話 對不對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可以選擇 不過 Blog的網址 現在鎖定了 可以選Blogspot 這樣 就會在DJ Offline 即是沒有開台的時候 別人按到它 熱面上 就會出了Blogspot 但是 你按到其他Blog 是不行的 例如 AhuBlog M7Blog 這些都是不行的 有首頁文字 首頁文字 當然就是 你電台的介紹 會在這裏看到 在這裏 會看到一些 一些 一些 文字 會在這裏 也會看到介紹 同樣的Analist 有些人在網上 有些人在聽 音質的設定 音樂延遲 即是延遲多少秒 你才能聽到 你的唱 可能是卡拉OK 你唱一唱 有些人會說 遲了 我可以按音樂延遲 這樣就可以調整時間 黑風擴大 就是等你 可能麥克風擴大 你調大它 來使用 我現在調大一點 我們有Equalizer Equalizer 當然是一些 一些高音低音 中音 這個設定 個人設定 設定 可以看看視窗 我可以加視窗 是什麼樣子 突然一聲 變成另一個 你看到其實都 幾多時間 而且它轉得很快 我喜歡選擇Web 因為夠簡潔 所以便設定 我們可以自己調 可以自己調 定時播放 什麼時候開始播 定時關機 播到什麼時候 可能我睡覺 自己關機 都可以 明件關聯的就是 你按下去 可能你按到音樂 可能你按下去 音樂 可以按下去 因為這個軟件 它會自動 不是這個 按下去 你可以看到它自動 把所有的 內容 你按下去 它就會以 因為它同時是一個 播放音樂的軟件 所以它會自動 去教 如果你不想說 我上個Sungredo 來開台 我覺得我聽歌 可能有其他軟件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下去 按下去 就可以用你所喜歡的軟件 去聽你的歌 Dropbox Dropbox就是 你慣機 或者你沒有歌 那時候 可以怎樣呢 就是你選擇了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放了連結 把編號 打進去 Auto3G Files 就是一些歌的連結 就像這樣 它就會自己幫你播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就可以在這個文號 按下去 然後自己看一段影片 我現在就不詳細解說了 我們按下 手錄樣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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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電台熱門 究竟是什麼樣子 我可以選擇 Color Style 我可以選擇Color Style 按確定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按這個 然後 然後 就看到它轉了 Style 對 現在看到它轉了Style 對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個 這個 和這兩張圖 是沒有轉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把 聊天室的背景 和表格的背景 都是轉了 這兩個 就是用連結的方式 貼上去 就會在上面 自己展現出來 先教一下Dark Style 手錄進入訊息 就是 你 按下去 這個時候 按下去 就會有 這一段 的訊息 對 你就會看到 這段訊息 你會看到 那段訊息 就是 手錄的進入訊息 就有 有 Shoutcast的設定 例如說 因為 Gridio 它不是 直接有電腦伺服器 它經過 Shoutcast 或者 FreeStream Host 其他的 一些串流服務 去做一個中介點 做一道橋 讓你可以在這個版面 利用你的 Shoutcast 去進行一些廣播工作 所以 要事先申請 一個 FreeStream Host 一些 Shoutcast 那些 我現在就是用 FreeStream Host 你看到有帳號 密碼 如果你不想煩的話 就可以兩個一樣 如果不同的話 你記得 在這裡 要打回 FreeStream Host 的服務 和視乎器 那 你看到 這個如何 和視乎FreeStream Host 沒有呢 那我就不用做了 那 你自己 我不再同一個解說 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自己安裝完之後再看 那 付費用戶 免費用戶 這些都不太重要 就是說 付費用戶 免費用戶 免費用戶 最後 裝置設定 有音訊輸出輸入裝置 Speakers 就是關乎 你 Coin的時候 聽到的 是否你播出來的 那 音訊輸入裝置 當然是你說的 你說的 你說的 究竟 你用必知咪咪說 如果用不同咪咪說 可能別人會聽不到 所以 大家在這裡教教 可以 那 基本上 整個 影片就是這麼多 你看到 其實版面都挺漂亮 但是 這個 仍然是一個 可能比較早期 仍然是不停更新 希望 希望 作者可以 一路更新 來 修正了 單曲循環 修正了 一些比較 微細的 修正 這樣 如果大家想 聽一下 我 我 Window Humanetics Company 的孫子豐 在這裡開台 的話 大家可能 有時在晚上 會知道我正在開台 大家訂閱你 我們 Greedio Greedio.com slash Sample Radio 你進來 就可能會聽到我講話 希望 今天就是 講這個 Greedio的軟件 希望大家 下次 想 開電堂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軟件 好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Window Humanetics Company 還有開發Greedio的 作者 這樣 希望大家 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這班 這麼努力 做事的人 我們 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 可以見到我在 電台開運台 開運台 有威死 作詞